蔣新章準備好了 和朱立倫侯友宜一一級長 國民黨正式提名 新北議長蔣根皇兒子蔣新章 出戰新章立委選舉 那我認為我們要給下一代 一個沒有戰爭的未來 蔣新章參選記者會 蔣根皇跟前內政部長李鴻源都到場 蔣新章將對上爭取連任的 民進黨立委吳秉瑞 在新章選區2008年跟2012年 都有李鴻君當選 他轉為部分區立委後 吳秉瑞先後對上國民黨陳茂家 以及陳明毅 各贏6萬多票跟3萬多票 也讓新章被視為藍營艱困選區 尤其侯友宜民調低迷 母雞不夠強 小雞恐怕只會更艱困 在中常會有遇到我們侯市長 他特別跟我鼓勵 那我有跟侯市長說加油 民調應該慢慢的應該會變高 那你會擔心民眾黨在這一區也提人嗎 當然我們這藍白一定要 要來拜託一下 喊出藍白合作 並據吳秉瑞基層實力雄厚 民眾黨先前傳出可能在新莊提人 如何布局勢必牽動藍營選情 如果在民眾黨沒有提名區立委的選區 只要政治理念相同 想法契合 我們會以開放的態度 來面對這次的輔選 蔣根皇議長有心要培養 他的正二代 他心裡早有準備了 但是我們也不敢大意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很強的行政資源 藍營推出正二代對上老將 但在目擊不夠強的情況下 蔣新張恐怕還是只能靠爸爸 蔣根皇的地方系統 先去李維廷正海中 新微報導